你知道海绵宝宝除了没有驾照以外 还没有什么指导吗 制作奶细指导三人头一次听说 小海绵不是在考证 就是在考证的路上 这么今天希望王有个客人点了一杯奶细 老海绵店的好久不操练了 手都有点发声 摇了二十正的都在客人面前 挤上鲜奶油 最后放个硬头点缀 那咱们就浅尝一下吧 使劲一股都吸出炉内出血了 眼珠都干模样 这哪是奶细啊 好像那薄薄硬的大铁筷子 一股老五啊为你哥哥留着炫吧 这两下子指定是没有奶细执照 小海绵不服气了 跟谁俩误选选的呢 瞅瞅好看不 万万没想到 这执照在七年前就过期了 简直就离谱 客人肥朝着退远呢 跟老谢逼的没一招 还传来了小海绵就学校回炉重造 带他来到了奶细执照学院 一个个穿的二楼盖似的 目睹了教官奇葩的出场方式 吃鸡都不用降落伞 两个的浅奶油完美落地 这就是动作为教官 来到最高的这都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讲话了小鼻子 你别给我等什么外面邪道 惹记也给你们挖小房屁他 第一项摸底考试 一手令下马上到达备战位置 海绵宝宝竟然变成了一块奶昔 在我担任奶昔教官这三十年以来 从没教过这么不受教的小呆瓜 果然全世界老师说的话都一样 太多年没做奶昔 小绵完全与社会脱轨 看到这奶昔机器根本不知道法用 一顿瞎了呼吱的蝴蝶乱按 他从选密个个的到手拿拔去 还得到冻冻杯表扬 小绵提的更麻爪了 走了半天他摁的都是电路控制板 制作奶昔的开关都在下边 射死就在一瞬间 像摸像样的倒是整完了一杯 好不好喝咱们铁尝一下 是不是给我俩闹哈哈呢 车里给冻冻杯干摸鱼了 让小绵来把沉浸式体验 忽悠虎蹦的进入奶昔模拟机 很了很难临到自我毁灭模式 随着奶昔被它剧烈摇晃 一顿花手 小绵变成了黄豆浆 背面的给它搜是背符的 没成想小绵是贱皮子 还想再来一次 教学三十年 你们班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 这一话听着耳熟不 小绵遭了同学们的嘲笑 暗自下决心 开始了魔鬼训练 奶昔设计的时候 人家都百发百中 就小绵来老也说的后续症似的 枪子一顿乱蹿 直干动动杯后续花 还把奶昔做成美味蟹宝 海绵宝宝参加各种高强度训练 只为了能顺利拿到制作奶昔指账 眼瞅着培训接近尾声 同学们都个个是杠杠的尖的声 只有小小绵坐的那晚上 连吸管都怼不进去 整整历史四个小时 终于到了毕业颁发指账的时候 都以优移成维顺利毕业 唯独到小小绵这分必没有 小小绵希望能最后再证明一下自己 动动杯看不下去远 其实给他掩饰一下子 没成想一触碰机器 浑身只得子 原来在二十年前 动动杯可是个爆火的奶昔大师 但因为一次大意的操作 奶昔机到电线上 造成了很大的事故 从那以后就有了心理阴影 话还没说完 手就卷进了奶昔机里 镜头一转 半个小绵都已经被搅拌 关键时刻 小绵不惧生死 一直把动动杯拉了出来 最后在一声爆炸中 死里逃生救出了恩师 经过这件事 小绵得到了动动杯的真传 之所以这二十年 不用机器能制作出完美奶昔 都是因为真心诚意 小绵利用自身优势 身体不就明摆着的奶昔机吗 终于掌握了奶昔精髓 得到客人大大的好评 最后终于顺利拿到奶昔执照 要去开船家长 有这么简单拿到就好了 关于走好